展博栏板块 作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今年共涵盖了21个项目 由吴昌硕纪念馆和艺术节联合主办的展览 布棉的剧场 就是其中的重磅参展项目之一 该展览通过八位艺术家在地性的创作 展现了他们对城市变迁的理解和认知 也为观众带来了一场 有关古与金 洞与静的对话 剧场其实它就有一种时间的 一个恒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或者概念在里面 所以后来也了解了 他们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发展的线索 然后我就想到这个 虚幻以想象之间的这件作品 这件作品选了很多情况 它比较符合中国现在这个社会 生产的一种方式 因为都是大批量的 它会跟这个建筑本身形成一种对比 这个展览是围绕着上海的城市的变迁 这个馆可能也是第一次做 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当代艺术展 而我们所领选的八位艺术家 是围绕着城市变迁的这样的一个核心概念 同时他们的作品是来回应这个空间本身 所有的作品都是2023年出品 我们是把作品融在建筑里面 观众进入这个老宅的时候 他是去体会这个老宅本身的建筑特色 它的雕花呀 它的结构呀 同时呢 你会去遭遇一些艺术家作品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同阶读 今年艺术节的福清计划 已首次推出了视觉艺术板块 面向全球青年人才征集作品和方案 经艺术节专家评选 青年艺术家周宋凯和策展人王一全 从与百位申请人中脱颖而出 获得了展览呈现的机会 其中 艺术家周宋凯的各展项目 未命名的道路 集合了艺术家的多组绘画和影像作品 引导观众踏入一场 以敬为名的独特视听之旅 而策展人王一全策划的群展项目无题 则从其长期以来的研究线索出发 聚焦了八位中国当代80后艺术家的创作事件 我其实有非常长期地 对于中国80后艺术家群体的研究跟关注 这次展览我希望奉献一场 多元化媒介的展览 所以我有特意选取 八个完全不一样媒介的艺术家 80后这一辈呢 目前确实处于一个成上旗下的 叫那个中间的状态 他们希望继续保持 一部分是参照我们前辈 他们留下来非常好的中国艺术的传统 另一方面也积极地勇敢地去 融入到当代的文化的媒介 跟当代文化的表达 中国上海国艺术节的关注 对于视觉艺术我们非常兴奋 因为作为视觉艺术家 视觉艺术群体 我们又有了一个发生的一个空间 我们青年一位会拥有更多的展示机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